这段重新摸索创新的旅程并不好走 不过很欣慰的是 还是有不少奇异大师 坚守这项劳力又费时的手工产业 无怨无悔 甚至还研发出更细腻的技法 展现台湾奇异专有的特色 他们创作记录了台湾奇异的历史 以呈现令人感动的台湾精神 一项像作品赢得许多工艺技术 杰出的奖项 对86岁已经是国报级的 奇异大师王清双来说 只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他 要持续创作 要经验传承 刚刚获得文件会主办 2607国家工艺成就奖的他 还是一如往常 每天清晨四点就起床 散步走完六七公里路 就到工作室 一待就是九个小时